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居高不下 尤其是我们的死亡病例更是 过去一个星期已经是三到四次创新高这样子 所以我们真的要记住防疫不可松懈 接下来我们就想要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我们要做的那个我们讲的课题 就是关于文言文这个单元 那究竟文言文到底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我们要怎么样去掌握这个文言文的技巧呢 待会我们就会请来来自巴生中华华中的 马希群老师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马希群老师的简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搓搓手 好 然后我们保持一段距离 肢体安全距离 然后再摘一下口罩 然后我们就 老师我们就暂且把它放进这个透明的袋子里面 可以放在这里 是 可以 谢谢 那老师 讲到今天这个文言文的这个科目呢 其实有没有跟我们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文言文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 重要性 OK 好 那你看学习文言文 那懂得一些文言文的知识 好 懂得文言文的这些知识 那再来呢 我们就是可以具备了这个阅读 那简易文言文的这个能力有利于继承这个中华文化 那还可以怎么样呢 就是加强或者加深我们对现代汉语的理解 那从而提高我们对现代汉语的这个修养及表达能力 为什么说呢 为什么说呢 因为你看这个文言文 我们的现代汉语啊 它的源头就是文言文嘛 不是吗 好 那么写作方面呢 会不会说有提升到你的那个能力 当你的这个 当然如果你当你自己的这个 什么说 你对这个语言的掌握能力强了之后 肯定对写作是有帮助的 是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听一下 我们到底学生对于那个文言文的掌握有什么样的看法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华华中的中四学生谢宇齐 从中一开始了解到中四的分班制度以后 我就决定要报读华文文学这门科目的班级 这是因为我相信它对于我以后想要从事的行业 像是编辑以及记者有很大的帮助 在今年学习华文文学的过程中 我还发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这门科能够让我更加深入的了解了 故事里的人物形象 故事背景 以及反映出社会的种种问题 在这里呢 希望所有报读这门科目的学生 都能拿下好成绩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来自把申中华中学的杰米尼 读文学不会让我感到枯燥 而觉得这一课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 因为文学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还文含着人生哲理 小说戏剧也同样精彩 故事令人感动 令人深省 文学作品里作者表达或宣扬的观点与思想 都具有积极的力量与意义 对我的想法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我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日子里 在阅读更多的文学作品后 自己的思维能力 写作能力 沟通能力 都能有所越境 那老师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 请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要掌握这个文言文的 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 就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就好 是 如果说这个的话可以讲一堂课 那我们就简单地稍微提一下 那这个在学习这个文言文的时候 有几个点是特别要注意的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积累 那积累什么 积累这个词语 积累文言文中实词或者是虚词 一些重要的实词 虚词的这些词语 就是说之前没有看到的 那现在看到的就要花一点力气 把它记下来 这是第一点 非常关键的积累的词语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要注意这个句式 文言文的句式 我们讲的这个文言文的句式 就是一些特殊的句子 比如说这个判断句 词动句 这个省略句 还有道装句 这是文言文的一些特殊句子 那在阅读的时候也是要注意 再来的就是词类的花用 词类的花用 就是说它原本这个词 它是这个词性的 那它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词性 比如说这个名词变成了动词来用 其实我们的现代汉语里头 也常有这样子的出现的情况 那我们就马上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就马上请马老师给我们讲课 青龙洞中龙做梦 青龙做梦出龙洞 做了千年万载梦 龙洞困龙再生动 自从来了新渔宫 渔宫捅开青龙洞 青龙洞中涌出龙 龙去农田做农工 白石塔 白石白玉洞 搬来白石搭白塔 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 白塔白石他 大好白石塔白塔白玉洞 现在我要表演的是绕口令 然后我的主题是雕与猫 树上有只雕 地上有只猫 地上的猫想雕走树上的雕 树上的雕桌 猫身上的猫 雕下走的猫 猫干肥的雕 春男们走六步 尽早六叔和六九 教训六叔和六九 借我六豆六生好绿豆 过了秋中打了豆 玩我六叔六九 六十六豆六生好绿豆 一位爷爷他幸苦 上街打出又买布 买了布打了出 回头看见鹰抓兔 放下布割下出 上前去追鹰和兔 飞了鹰跑的兔 打翻出出尸布 花花有两朵红花 红红有两朵黄花 花花想要黄花 红红想要红花 花花送给红红一朵红花 红红送给花花一朵黄花 小rian帕花花花花花 波� encompasses 长青工作精工吉他 做到 Mo garden 苳花花花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的参与我们这一堂课的学生是来自 有六位来自巴胜中华华中的学生 对吧 他们有包括罗杰英 吴伟斌 陈宜凤 宋家政 陈立斌 还有杨可田 是的 接下来我们就马上听他们上线好吗 六位学生 哈喽 听到我们说话吗 嗨 我的孩子们 大家好 来 大家开一下麦 你们一个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我先啊 我先啊 这个很积极 好 来 主播老师 下午好 我是宋贾政 我来自中华华中 你好 贾政 接下来还有谁 老师好 主播好 我叫杨可天 我来自中华华中 可田 接下来呢 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的名字叫陈宜凤 我来自巴胜中华华中 余凤好 还有哪一位 大家好 我叫陈玉冰 来自中华华中 余冰 还有呢 主持人老师好 我是老杰英 来自巴胜中华华中 好 那其实六位学生 都已经自我介绍了吧 还没有 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 伟兵是吗 还有一位是谁啊 伟兵呢 伟兵 老师好 我的名字叫陈玉冰 我来自巴胜中华华华华华 好 老师 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 谢谢丽莎 好 来孩子们 那今天我们来上课咯 今天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篇取之于左撞 给逐之五推行时的这一篇篇章 那左撞呢 他的作者就说是左救民 包括在唐宋的时候呢 有一些学者就认为说是 在战国的时候一位姓左的 人才是这个作者 说法不一 好 孩子们来看这个 逐之五推行时这个题目 好 逐之五是一个人 那这个逐之五是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理解的 姓逐明之五呢 其实不是的 不是的 这个逐之五 逐是一个地方名 古代人们都喜欢把这个地名当着是姓逝 对吧 所以他的其实在这里就是逐是一个地方名 逐这个地方一个叫五的人 好 那之后我们还会出现另外一个 逐之五也是同样的情况 逐这个地方一个叫胡的人 那这里秦师 这个师 这个师是什么意思 这个师是军 军队 军师军队 不是老师 是秦军军队 好 这个退字 同学们注意这个退字 这个退 其实就是此类活用的这个师自退 这里不能够以为打退 逐之五本身没有打退这个群军 他做什么呢 他就是使这个群军退兵了 使他退兵了 好 记住了 这个逐之五 这一个人 一个人他怎么样让这个强大的群军退兵了呢 他凭什么 他有特异功能吗 会飞吗 会遁地吗 没有 他靠的是什么 他有什么 他有的就是一张嘴和一颗睿智的心 好 同学们 接下来注意看 逐之五如何凭着一张嘴 那就可以把这个强大的这个群军缩退了 使他退兵了 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重点两个 一是了解逐之五退群士的文章大义 第二掌握逐之五退群士的关键问题 什么关键问题 好 那老师稍微整理一下四个关键问题 你们记住这一堂课 好 群军为何围攻正果问题 一 问题二 政国采取何种策略呢 来化解这个危机 问题三 逐之五用什么方法 给说服秦国退兵 问题四 禁文公为何放弃用兵 好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学习重点 好 在还没有进入课文之前 来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这是战国的地图 先了解一下这个地理位置 这三个国家等一下我们要提到的 有哪三个国家 一个是晋国 秦国和正国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秦国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部分 橙色的这个部分 对不对 是 秦国 晋国在哪里 晋国在这边 正国呢 正国 它是一个小国 所以你看得到这个正国是怎么样 在秦国的下面 是不是 在这个晋国的下面 秦国就离得远了 那秦国要过来正国的话呢 它必须经过这个晋国 或者经过这个周国 它才能够到这个正国 所以先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 好 下来 这个是秦境为正的 这个是意图 那个时候 就是待会我们要讲到的 这个战争 这个晋国 它派军队怎么样呢 派军队到这个正国 它在那里驻扎 它在这个寒陵这个地方 那么秦国 它怎么样 它通过这个晋国到哪里 也是到这个正国 它驻扎在哪里 驻扎在四南 所以先了解一下这个地理位置 好 来 我们马上看第一段 这一段你看文字不多 但是字字重要 我们请一位同学 念一下这一段好不好 来 谁来哪一位孩子 赶紧的 来 自动自发一点 可以 谁来念这一段 好 好 很好 接音好 来 你的声音很小声 需要再大声一点 靠近一点 接音好 可以吗 好 谢谢这个麦克风 可能还要再调整一下 声音不是那么清晰 好 我们看这一段 好 这一段 他讲了 这一段刚才我们讲的 文字不多 对不对 可是这一段 他交代了三件事 哪三件事 哪一位同学可以告诉我 他交代了哪三件事 来 我带一支拐一遍 好 来 很好 是谁 可甜 可甜 来 可甜 好 你说一下这一段 他交代哪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秦侯秦婆的回政 第二件事是 以其无礼于尽 而二于主也 好的 好 还有一件事 好 还有一件事 第一件事是秦侯秦婆为政 就是秦敬为政 对吧 秦敬可以两个 合起来 为公这个政果 这是第一件事 好 第二件事 刚才可甜有念出来的就是怎么样 以其无礼于尽 且二于主也 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 交代他为政的原因 他为什么要为公政果 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其实他说明了什么 政果曾经怎么样 得罪过禁国 有两件事他得罪了禁国 什么是以其无礼为政 好 这边注意一下 这个无礼 你做翻译的时候 不能够直接翻译成 没有礼貌 不是对他没有礼貌 这里是有一个 有一个典故 有一个故事 这是历史事件 那个时候 是一个晋文公 他曾经流亡他国 那个时候 他还不是晋文公 他是晋公子 从而 那么他是流亡他国的时候 那至于为什么他流亡他国 这里故事长了一点 我们就不能够在这里 老师不能在这里跟你们讲故事了 你们可以上网去查找一下资料 总之他就是流亡他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经过这个政国 郑文公那个时候怎么样呢 他瞧不起他 他瞧不起他 他没有以相应的礼节来接待他 没有以相应的礼节 所以你不能够只是翻译成无礼 他是没有用相应的这个礼节来接待他 所以这个晋文公怎么样 心里不高兴 对吗 那当然是不高兴 所以怀恨在心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其二于楚也 你们看你们的课本的那个注释 这个二于楚呢 就是做楚的番鼠 就是说他归附这个楚国的意思 那么这边也是一个典故 那么发生在公元前632年 那个时候是楚国和晋国的战争 在陈浦 我们说陈浦之战 楚国和晋国战争 那这个时候郑国 郑国他曾经帮助着楚国 怎么帮助呢 他出兵 他出兵去帮助楚国 去攻打这个晋国 不过这场战争 后来楚国失败了 楚国失败了 怎么样呢 这个郑国马上 马上派人出使晋国 想要跟晋国结好 不过当然他最后没有感化着晋国 那老师其实我这样子看字面的话 以其无礼于晋且二于楚也 可不可以说就是说 他是先对晋国没有好的待遇 这样子 然后且二于楚也就是说 他不只是对晋国没有那个礼带 就连对楚也是这样子 就先后不是这样子 不是 这是两件事 我简单地说你说 这个二于楚就是说他有二心 他附属在楚国的同时 他又附属在晋国 一脚踏两船 这样子 我们用今天比较俗话 就是这样子讲 他有二心 所以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情 所以晋国怎么样呢 他就记在心里了 那当然晋国呢 他有这个争夺这个霸权的需要 所以在两年后他就发动了这一场战争 发动这一场战争 所以来下一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秦军寒陵 对不对 秦军寒陵 秦军寺南 这边交代什么 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两个军队 虽然他们是联盟 对不对 一起攻打这个正国 但是这两国的军队怎么样 他没有驻扎在同一个地方 兵分多路 对 他两边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对吗 这一个呢 怎么样 他就刚好给后面 这个竹子舞这一个人呢 有了这个条件 制造了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挑拨离间的条件 好 好 我们看下去 好 这个时候很紧张了是不是 好 孩子 来 所以我刚才讲了 这一段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情境为何为证 来 谁来可以 谁可以来回答一下 情境为何为证 这是关键问题一 好 老师 我来 非常好 谁来 我 好 家政 家政 因为那时候秦文公他逃亡的时候 正国没有以印的礼遇来接待他 是 还有吗 对 对 很好 有听课 是吧 好 所以刚才我们讲了 晋国 它两个理由 对不对 一个就是以理为证 一个就是二以处 好 这一段有没有讲到秦国 为什么要围攻正国呢 这是晋国的理由 出兵的理由 有没有讲到秦国 好像没有讲到 是吧 那你觉得是 可能性是什么呢 有没有人要来 猜测一下 你觉得这个秦国 为什么要跟着晋国 一起围攻正国呢 有吗 有没有人要稍微猜测一下 没有 他没事 老师就告诉你们 这个秦国 他当然 他有怎么样 他有扩张霸权的 那个争霸 争霸权的这个野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其实情境是友好国家 他们两个国家的关系 向来都挺好的 历代的这个国君 有互通婚姻的 所以他们关系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晋国要去攻打这个正国 那么就拉秦国一起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好 在正国被两个强大的这个国家 给围攻的时候 紧张的光头出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义智虎 义智虎是谁 他是正国的这个大夫 孩子你们看 你们的课本的注释 对不对 第八 义智虎是正国的大夫 这里不能够读成大夫 大夫是医生 大夫是什么呢 大夫是古代的官员 他是官员 义智虎出来了 义智虎出来了 好 那么这个义智虎呢 怎么样呢 他找这个正伯 正伯之谁 正伯就是正国的国君 好 那你看 欲智虎一出来 他告诉这个正伯的国君说什么 国危 国危 国家危急了 对不对 若是族之武 若是族之武 见秦军 施必退 你看他说什么 若是 这个如果派这个族之武 去怎么样呢 去见这个秦伯 去见这个秦伯 施必退 刚才我们讲的 施是什么 军队 秦军他一定会 一定会退兵的 一定会撤退的 你看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如此的暂丁节点 他不是含含糊糊 他不是用应该 可能 对吗 他用必 好 来 孩子们 你告诉我 你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那你觉得这个族之武 在义之乎眼里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来 谁来 好 一方很好 来 一方 他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力 还有才能的人 好 他很有能力 很有才能 对 所以你看 他很了解他 对不对 他知道这一个人有能力 所以我们说义之乎有知人的能力 所以他推荐这个族之武 是吧 好 你看 本来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 郑伯作为国君怕不怕 怕 现在他听到义之乎说这句话 这个人出来怎么样 可以施必退 你觉得这个郑伯的国境 当下的心情怎么样 可能马上就松懈下来 哇 可以松一口气了 我的郑国怎么样 有救了 对 不会灭亡了 是吧 所以怎么样呢 公从之 这个郑国就听从了族之 对不起 听从了这义之乎的这个建议 这个之 义之乎的建议 听从了建议 做什么 他做什么 他建了这个族之武 他建族之武 好 我们看 下面一句 好 谁来帮我念你一下 来 那一位同学要帮老师念你一下 词约 我的学词 我没有 好 来 来 快过 公从 公从之 词约 成之壮也有不如人 经老 经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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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能为也 公约 物不能早用之 今集而求之 是挂 果仁 果仁之挂也 好 谢谢你 好 我们看 这一篇 刚才讲的公从之 对不对 词约 你看 这一篇 词是推辞 拒绝 本来都很高兴 见这个族之武了 哪里知道 镜头一转 他见了这个族之武 他说什么 词也拒绝他 你看到吗 这里呢 他就是什么 他省略句 省略了什么 省略了这个族语 谁说的话 他没告诉你 可是我们读下去 我们就知道这句话 是谁说的 对吗 他推辞 诸子武推辞 他说什么 成之壮也有不如人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呢 还比不上别人 经老以无能为也也 经 孩子 特别注意 经 在这里不能够 译为今天 做翻译的时候 经 不要译为今天 译为现在如今 不是今天 我不是今天才老 好 现在 现在如今 我已经老了 已经怎么样 我没有能力做事了 好 谁 这一句话 孩子 你们听到些什么吗 听到什么吗 来 有人要告诉我吗 有没有 是 非常好 谁 发牢骚 这句话我不能够把它简单 伟兵 谢谢你 非常好 伟兵 我不能够简单地把它理解为 它是说客套话 但有时候我们称赞 哎呀 哇 你很本事呀 你很厉害呀 你很什么 没有啦 没有啦 谦虚 谦虚 客套话 不是的 这里不是的 这里我们看得出 这个 竹子午是什么 发牢骚 我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要来找我 那你现在 我已经老了 我老了 我不能做事了 他在发牢骚 满腹的委屈 好 在面对这个 竹子午发牢骚的时候 正伯怎么样 正伯怎么样 正伯说什么 正伯说什么 我不能早用子 子是你 我不能早重用你 我没有早早重用你 荆棘而求子 荆如今现在 怎么样 国家危急了 我才来求你 好 看下一句 是果仁之过也 什么意思 孩子 谁可以告诉我 是果仁之过也 是什么意思 有吗 是我的过错 是 是我的过错 就是 我的过错 谢谢 可甜 果仁是皇帝的这个 字牵词 对不对 我 果仁 不过注意了 这个是 在这里不是 是不是的是 不是 yes 我的过错 他不是这样子讲 这个是 注意它在文言文里 通常出现的 这个是 是 这的意思 这 什么这呢 就是这件事 什么是 我没有重用你的这件事 没有重用你的这件事 是我的过错 好 你看到这个果仁也是 不一般了 因为他听得这个埋怨 听得这个指责 他有生气吗 他没有 他马上自责说 是我的错 对不对 好 当然他记下去 他告诉他什么 然王子 只亦有不利焉 但是国家灭亡了 对你有好处吗 也对你没有好处呀 看到了没 所以 许子 许子就是竹竹 答应了 答应了 他答应什么呢 答应去说服这个秦伯 夜醉而出 醉就是用绳子绑着那个身体 从上面往下送 醉 所以夜里就怎么样 需要这样子偷偷下来 为什么要偷偷下来呢 不要忘记 它是被包围了 对吧 是的 好的 我们马上就先来进一段广告 那广告回来呢 我们就再说一下 那请马老师跟我们说一下 就关键问题二 谈谈郑国采取何种策略来化解危机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话不多说 把时间先交给马老师 好 谢谢Visa 好 来 同学们看 好 我们刚才看到了 刚才老师提到了那个 关键问题二 对不对 那么郑国采取何种策略 或解危机 谁来可以回答一下 好 用什么策略来化解危机呢 老师 我来 是 怡峰 是 非常好 对 那从这个文章里头 我们可以看得到了 对不对 许之夜罪而出 刚才谈到了 所以他派竹子武出使秦国 去说服秦国了 好 下来 好 孩子们 这一段是竹子武去觐见秦国 这个是我们文章的重点 这个篇章的重点的段落 所以大家注意看了 好 这个竹子武 他去见秦国的时候 他怎么样 你看他第一句话说什么 正记之王以义 什么呢 我正国之道怎么样 我的国家就要灭亡了 你看 他一开始出场 他就怎么样 示弱 他就告诉他 如果他示弱的时候 这个秦国就怎么样 就愿意让他把话说下去了 是不是 如果他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他就告诉秦国说 你不能打 你不应该打正国 你觉得这个秦国他愿意听吗 就可能不一样了 是不是 所以他先示弱 让这个秦国放下警惕的心 对吗 愿意听他说 所以下来他是怎么样 他开始出招了 刚才问下第一招就是怎么样 以退为进 心示弱 第二招他要做什么 他说 如果王正有意义均 敢于凡指示 可以 越国以避远 今知其难以 刚才我们一开始老师给你看那个地图 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这三个国家的那个地理位置 对吗 这个秦国要到正国 远 对不对 很远 他说 那你要把我这样远的地方怎么样 作为你的边界的话 你知道是有困难的 不容易 对不对 那如果你把这个正国攻下去的话 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谁 谁呀 肯定是晋国 因为他就是这样毕临 对不对 所以他直接的就怎么样 那个土地就会归这个晋国 即使他跟正国一人分一半 跟这个秦国一人分一半的话 秦国那么远 对不对 当然是直接受益的是晋国 所以他说 林之后 心之伯也 晋国土地怎么样 扩大了 他的势力就雄厚了 可以 那么相对的 这个秦国怎么样 势力肯定被消博了 可以 好 所以他说明这个事实 然后呢 小之以害 说明事实小之以害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主之五呢 如何的善用心理战术 好 下来我们看这一段 好 若舍正以为东道主 来 哪一个孩子可以告诉我 什么是东道主 什么意思东道主 他是指东边道路上的主人 是 家政 对 东边道路上的主人 如果这个舍你放弃 放弃攻打正国 放弃攻打正国 那么怎么样 以为东道主 把这个正国 以之为 这是以之为 把这个正国呢 当着是东边道路上的主人的话 为什么要把他当主人呢 为什么要把他当主人呢 是 这一个呢 就是怎么样 当着东边的主人的话呢 就是要进地主之仪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把我当着 东边上的道路主人 行礼还只记得 这个行礼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行礼 你要出国用的行礼不是 这个行礼是指外交使臣 那如果你的外交使臣往来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样 供 这个是供 供给 给他所缺乏的这个东西 我敬这个地主之仪 看到没有 谁对你没有害处 反而有好处 所以我们说 这一边呢 他足之武做什么 他又之以利 又之以利 好 下来 还够了吗 还不够 他还要做什么 这是关键的地方 也是关键的地方 他怎么样 他举出这个历史事件 什么历史事件 什么历史事件 注意了 好 这个 常 不是常事 这里是曾经的意思 曾经这个怎么样 给这个晋国恩赐 就是秦国曾经给这个晋国帮助 给他好处 那么晋国本来就答应 要给他交侠这两个地方 可是怎么样 朝季而西色反言 早上他回国 他顺利回到他自己国家之后 晚上他就怎么样 色板是什么意思 色板就是筑墙房舍 筑墙房舍谁 筑墙房舍勤金了 好像要开始打仗了 对不对 所以从这里我看到什么 来哪一个孩子可以告诉我 我看到什么 他要带出的是什么 他故意讲这个历史事件 他要说这个秦军 秦国怎么样 他要说秦国怎么样 有秦军 这个秦国怎么样 他过河猜桥 他忘恩负义 他得到人家好处之后 他也没有回报 所以他就在挑破离间 对 挑破离间 对 非常好 是的 他挑破离间了 对吗 故意讲这件事情 这样多事情 他不讲他们两个 关系友好 他不讲他故意 就是找这件事情来说了 好 再来 再来看下一句 好 那么他说 既这个福尽 福尽那个秦国 那个秦国 何燕之友 孩子注意 这个燕是满足 哪里有满足的一天 他哪里会满足 他现在怎么样 得到我这个正国的话 那他还会再扩展他国家的版图 他往哪里去 他可能就会往西边去了 往西边是哪里 就是秦国 所以在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 还没有发生 对不对 还没有发生 那为什么他要提 他就是要引起怎么样 这个秦国 对这个秦国的那个防备 对他的那个防备 好 这是关键问题三 竹子武如何说服秦国 如何说服秦军 来 谁来告诉我 赶紧的 告诉我来 好 快快 首先他是说明事实承认政国的危机 对 很好 他说明事实承认政国的那个秦氏危机 刚才我们讲了 对不对 一开始他就承认他的这个正国 好 就要灭亡了 那么他是站在秦国的历史 这个立场上去分析这个历 那以说服这个秦国 好 第二个 来 第二点 他还做什么呢 有没有 谁可以 第二点是小子以害 正国被领 他王被领 就死亡后没有好处 是 很好 小子以害告诉他怎么样 王正对你秦国是没有好处的 王正对你秦国没有好处的 只有怎么样 坏处因为你的势力会被消脱了 因为晋国的势力 怎样 就雄后了 对不对 好 第三点 第三点 哪个孩子可以告诉我 他幼稚以利 他幼稚以利 对 幼稚以利 他用什么来告诉他 我可以给你好处 我还可以给你好处 什么好处 东道主 对不对 我可以作为你东边道路上的主人 给你提供一些怎么样 你的这个使者需要的 所缺乏的一些物质 好 第四点 是 他强化这个心结 他说什么呢 这晋国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他答应人家的事情有做到吗 没有做到 好 那再来 他还告诉他怎么样 这个晋国他有野心 他以后一定会对你不利 挑破离间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这个竹子舞 他怎么样 他句句都说中了这个晋国的心里去了 那就是这样子的话 那晋国怎么样呢 晋国怎么样呢 晋国就这里好看 这个说不念说是乐 同这个喜乐 他高兴 他为什么高兴 竹子舞跟他分析得很有道理 他可能没有想到的东西对不对 我是很有道理 所以他高兴 高兴他就跟这个正人盟 跟正国结盟了 结盟了之后他怎么样 他还派他的这个大夫助手 帮这个正国助手 不要给谁 不要给晋军来攻打他 你看事情变化了对不对 他说说几句话你看 本来要攻打他了 现在变成他的盟友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正国 在听了竹子舞的一番说辞之后 做出这个理智的判断 好 下来 那么晋国怎么样 他的大夫子犯 当然生气了 是不是生气 为什么生气呢 因为本来是盟友 现在变成敌人 所以他们怎么样 他就请求这个晋文公 趁这个机会去追打这个秦军 因为他做什么 他伪耶 是不是 好 可是晋文公说什么 不可 为什么不可 为什么不可 好 孩子注意看 他说 威 福人之利不及此 威不是 不是威小 不是小小 在这里的威不是 要不是 福人 不是夫人 不是太太 福人是那 刚才我们讲的 福晋那个晋国 对不对 这个福人就是那个人 那个人 谁就是晋木公 不是因为他的帮助 不是因为有他的帮助 那我今天没有这个地位 我不能够到 有今天这个地位了 所以 你看这个晋文公说什么 因人之利而必知 不仁 失去所谓不至 这里不能读知 不是知大的知 是智慧的智 不明智 好 所谓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余国就是同盟国 失去这个同盟国的这个友好关系 那么这个是不明智的 好 以乱一整 孩子 乱是分裂 正是完整团结的意思 意思 怎么样 替换 那如果战争肯定是分裂了 对不对 那以这个分裂呢 来 来这个 替换这个团结 那么他说是什么 不武 你们觉得这个不武是什么意思 孩子注意 这个武不是讲他勇武 不是说他很厉害 不是说我这样子做 我显得我不厉害 不是 这个武不能够译为这个勇武 这个武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武是指这个武德 不武不符合武的 就是不符合这个用武之道的意思 可以注意了 好 所以他怎么样呢 嘿 武其还也 我们还是回去吧 离开正国吧 我们也退兵吧 看到没有 嘿 好 随 好 这一边就是这个事情的结果 好 好 关键问题是 请文公为 为何放弃用兵 来 那一个孩子 回答一下这一题 老师 我来 很好 来 宜凤 就那个 因为他曾经受过那个勤搏的帮助 而且这种行为是不仁义 不明智 还有不符合无德的行为 非常好 是的 宜凤 好 所以他为什么放弃用兵 好 刚才他们讲了 好 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么他们有什么反应 原因他为什么 他不要追击这个勤搏 因为他受过这个勤搏的支持 他的帮助 那么第二 他觉得如果他现在去追 追杀这个勤搏的话 那么是不仁义 不明智 不符合无德 记得 不符合无德 或者是非用武之道 可以 好 谁 我们简单地来 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故事 来 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政国危机 对不对 政国危机 为什么危机 它有两个原因 他曾经对这个靖国 怎么样 无礼 还记得为什么是无礼吗 不能够以为没有礼貌呢 以为什么 记得了 我刚才讲的话 请记住了 那有二心 对不对 好 那这是 所以他引来了这个战争 好 下来 郑国对策 他出什么对策 那么刚才的时候 同学们已经回答了 他出什么对策 他派这个竹子武去怎么样 出使着秦国 他去见这个秦国 去说服这个秦国 好 那这个郑伯要去见竹子武的时候 竹子武一开始怎么样呢 发牢骚 对 很好 发牢骚 他抱怨 对不对 那郑伯对竹子武的这个发牢骚抱怨 郑伯怎么样 羞愧 羞愧 抱歉 你看 我的学生没有回答 我的主持人回答 他听得比你们还要 还要仔细 我的学生需要 需要好好反省一下 好 好 没事 如果刚才没有听清楚 就记住了 郑伯对面对着竹子武的这个发牢骚 他怎么样 他没有生气 他立刻道歉 对吗 还记得吗 然后他还说出一句话怎么样呢 为什么我说他是存亡此寒呢 记得吗 要记住了 好 下来就是这个竹子武 他打印了去见这个秦伯 去做这个说课 对不对 这一个部分是很重要的部分 很重要的部分 很多考题就会绕在这里出题了 所以特别要注意了 他跟他分析这个局势 一开始他说明事实 对吗 告诉他圣伯就要灭亡了 再来他小自以害 告诉他什么呢 王政 对你没有好处 对你没有好处 好 再来 幼稚以利 说东道主 对吗 好 再来 可以跟他说 我做你的东道主 给你一点好处 好 再来 枪化这个心结 是不是 找出历史事件 告诉他 他曾经呢 怎么样 曾经呢怎么样 忘恩负义 再来呢 他就说这个晋国有野心 对不对 所以要记住了 所以好 后来就退兵了 那晋经的话呢 好 怎么样也跟着退兵了 他为什么不追打勤国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因为他觉得这样做的话 是不仁不治不义的 能够明白了 孩子 好 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考题 看一下这个考题 好 来 同学们 请看 第一和第二题 第一和第二题 请看 好 谁可以告诉我第一第二题 他的答案可以 可能的答案在哪里 在哪里 哪一个部分 我可 刚刚我们讲了那么多 对不对 哪一个部分可能成为第一题 第二题的这个答案 你看下第一题 周知武如何说服秦国 取消为公正国的计划 第二题 周知武如何 以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 来说服秦国退兵 刚才我听到谁要说话 是吗 是 谁 可田好 来 快快 关键问题三 什么 关键问题三 问题三 你对这个问题三有兴趣 好 我们看 那我刚才讲第一 第二题 其实孩子 你就注意 刚才我们讲到的那四个要点 是竹子武去见秦国的时候 他如何跟他分析这个局势 好吗 抓紧那个要点 然后记得要举例说明 要清清楚楚地写 不能够写要点罢了 好 来 第三题 可田对这个第三题有兴趣 我们看一下第三题 第三题跟第一第二题是不一样的 很明显不一样 好 你看 郑国能免你灭亡 和下面个人的行为态度 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直接间 它跟你讲了 有关系 那叫你分析 一个一个分析 一支湖 郑国 竹子武 郑伯 一支湖 郑伯 竹子武和秦伯 郑伯 一支湖有没有 有没有关系 肯定有 它做什么能够使得郑国免你灭亡 谁来告诉我 有吗 没有 好 没事 那老师告诉你 注意听了 那一支湖做什么 一支湖它不是有知人的能力吗 对不对 他推荐了这个竹子武 是不是 做了一件很大的 很重要的决定 郑伯的话呢 郑伯怎么样 郑伯的话呢 他做什么 他能够怎么样 听从一支湖的建议 建竹子武 第二 他能够放下身段 跟这个竹子武道歉 然后呢 感动了竹子武 让他去说服这个情婆 竹子武肯定了 刚才那四个要点 对不对 你必须要清清楚楚的 老师不用再重复 好 秦伯的话呢 怎么样呢 秦伯怎么样 他怎么样 他做了这个理智的判断 对吗 听了竹子武的一番说词 做了理智的判断 然后退兵 可以吗 孩子 有问题吗 有什么东西要问吗 有什么东西要问吗 好 没有 没有 可以 所以考试 不管他出什么题目 孩子 这几个重点 你把他抓紧了 当然他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人物的形象 人物的形象 那你也要稍微加以掌握 好吗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不能在这里 再跟你们分析着人物形象 过后 请你再回去 好好再读一读 好好再思考 好不好 好的 那我的课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为止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马老师 今天给我们上课 那其实六位同学 你们有没有 因为教师节也刚刚过了不久 有没有什么寄语 想要跟马老师说一下的吗 有吗 可甜 有吗 跟老师说几句话 好 四驾驶节快乐 谢谢你们的想法 谢谢你 是 谢谢可甜 谢谢你愿意陪我们一起上节目 还有谁吗 嘉珍 有没有话要说 最多话的是你 好 嘉珍 有吗 有什么话要跟老师说的 有 她看到我 嘉珍 教师节快乐 好 谢谢嘉珍 好 我们也在这里祝马老师 还有全国的老师 再一次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谢谢你们 把那么多的时间教育我们 谢谢你们 那在这里我们就先把时间 交回给下一段的节目单元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也谢谢马老师 还有谢谢六位同学 谢谢你们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Lisa 谢谢各位同学的参与 再见 好 谢谢 再见 大家好 我是C维江 我是刘洁云的妈咪 我的女儿就读于中华国中 也是今年2021年的考生 当初我女儿告诉我们说 她想要报读文言文课 其实我们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我女儿非常喜欢研究这些文言文词 有时候放学的时候 她会告诉我们一些 跟我们分享一些在课堂上的有趣的事情 和一些特别的词汇 对 其实我们看到她可以学习到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东西 我们也特别幸会 然后接下来我想要祝那些今年SPM考生的学生们 已经做好准备迎接考试 祝她们马到成功 金棒提名 我黄树珍是谢雨琪的母亲 雨琪从小就非常喜欢阅读华文文学 华文课外读物 我对于她报读华文文学这门科目 我感到非常地支持及鼓励 因为我觉得学习是毕竟是要根据兴趣及她的爱好 这样她会比较得心应手去更开心 我衷心地希望她在接下来这两年 可以好好地跟老师一起学习 提升自己对华文文学的认知及了解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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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